他用过的杯子啊 你还用 你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不是 我刚才太紧张了 一慌就喝了一口 你现在马上把那个按摩液给我摇回来 你去要回来 这送都送了 怎么样啊 多尴尬 我不管 你就是给我要回来 蓝蓝 你听我说啊 我前丈夫娘其实一直对我都挺好的 以前也没有条件去报答人家 你现在给人送一个椅子你再要回来 不合适啊 你想怎么报答人家啊 你现在你还想着要报答人家 婧峰 那你干脆跟他女儿结婚好了 你们俩去复婚 这样皆大欢喜多好呀 没这个意思 就 你就是有这个意思 那他夺一筹干吗 他 那个是有点我害怕 怕他太激动了 我 我 我就给他藏起来了 那他干吗要跑到卧室去 是不是我晚回来一步 你们俩还滚床单了 你根本没有的事我告诉你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带他 他给我送手机来 完了我带他去参观家里面 参观家里 能跑到卧室去参观吗 你们参观的地方可真好啊 不是 你听 听我说 他过来就是只是给我送手机 完了以后我带他去参观家里面 罚了他们的 林笑笑对我来说只是前妻 她是我儿子的妈而已 李儿子 他不在家里面 小红楼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总今天真性感啊 你这穿的是新款吗 对 艾克斯特王的新款 你们下班了 没 我们两个加班准备下去吃点东西 要一起吗 我不了 我有个局 约了新男朋友啊 难怪穿得这么性感 对 新男朋友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请谁呢 我和大摩娃 要不接晚一会儿 到了 我们俩先走了 嗯 我说四伯爷 你用不着每次见到我 潘你就你就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重复多了 戏就过了 你明白吗 要 你还想在他面前扮纯情啊 你就是把自己整成一个旷世痴情大处男 人家眼皮子都不在家里下 你要再胡说八道 我一眼皮先夹死你 来来来 谁怕谁啊 你看看人家现在 你再看看你 我怎么了 请问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过吗 与为悦己者荣 这天下暖男 不是备胎就是gay 我看你在他那儿 连个备胎都不是 你要是聪明啊 就赶紧搬 搬得离他越远越好 我为什么要搬 我凭什么要搬 我从刚一毕业我就在这儿工作 不 这个地方是我的宝地 这是我毛把毛梦开始的地方 梦开始的地方 我呸 我看你那梦也是噩梦 我跟你说啊 这痴情过了头 那叫犯贱 一旦女人说一个男人痴情的 就说明这个女人压根又不懂男人 我毛把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 我一旦随便起来 我很随便 笑什么呀 不信啊 你不信啊 我告诉你 我随随便便就能从手机里边找出十个八看牛人 你信吗 来 你看看 来 你看 看这个 这是我大学时候的学妹 这个周末约我一块儿打球 怎么样 有几分姿色吧 还行吧